重磅突发 外雷传出锂电池不利消息 影响有多大 美国商务部突然大动作 外资猛观A股发生了什么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报道说 根据这些文件 113个价值610亿美元的出口许可证 批准给了中国华为公司的供应商 而另外188个价值 近420亿美元的许可证 批准给了中国半导体制造国际公司 今天A股市场的芯片板块已表现活跃 芯片指数逆势上涨1.68% 外资猛观是何逻辑